树萝卜的植物有几十种 从叶子大小可划分为大叶和小叶品种 小叶中最有名的品种叫金钟罩 这个品种花开红色 因其花朵像悬挂的种而得名 前几天我在路边捡回的几颗没人要的树萝卜 花开为白色 叶片较小 果实成熟后成紫色 今天准备上个盆 上盆前清理掉附着的青苔和土 捡去过长的枝条和根 事先准备的盆明显太小 还有几颗小萝卜 造型还不错 树萝卜在野外寄生在大树上 生活的环境通风 湿润但不积水 肉质根储存水分 是耐干旱的标志 我在树萝卜旁边发现一棵石虎 说明两者生长环境相似 石虎属于兰克 可以接见养兰花的方法 树萝卜对土壤要求不高 最重要的就是土壤要湿润 却不能积水 日常养护应该放于光线充足的地方 为了避免盆土太干 不要有太多阳光直射 选用保水性墙 绿水性好的土壤 树萝卜就一定能长好